今天是前首相纳吉夫人罗斯玛的生日 MSAGATERA送她一个大红包 可以不闭上法庭审讯 由于罗斯玛的MSAGATERA移动应用程序的健康状态 仍然是橙色 杀效太阳能板毕案再次延期 则定下周一13日续审 据马来邮报在线报道 高庭法官莫哈莫在尼今天开庭审理时 向罗斯玛的代表律师拿督加吉星 询问罗斯玛的情况 加吉星透露 他没有亲自查看罗斯玛的MSAGATERA状态 不过根据法庭主部的检查结果 确认罗斯玛仍处于橙色状态 主控官拿督斯里哥巴斯里南 随后向法庭建议 审判应以混合方式继续进行 让罗斯玛在副检查司和辩护律师的监督下 在家或办公室线上共证 不过 莫哈莫在尼表示 他已考虑过上述建议 但他认为必须谨慎行事 他还补充说 他希望现阶段防止审判脱轨 不得不推迟审判 他还要求加吉星周一让罗斯玛照常上庭 检查罗斯玛的MSAGATERA状态是否变蓝 罗斯玛周五庆祝了他的70岁生日 他面临索贿 以以8750万零级的指控 以及另外两项收受贿赂总额 达650万零级的指控 连续四天 在吉隆坡会展中心 举行的大马一家百日愿景活动 挤爆人 盖伦健康与社会政策中心 Galen首席执行官阿兹鲁莫哈莫 卡利批评政府 政治领导人和人民 无视疫情的危险 更形容这是一项虚荣的自爽活动 阿兹鲁在推特上上传本次活动中 人山人海的照片 并直言犯错误的不仅是政府和政治领导人 还有那些自由前往那里的人 他们可以选择不去 没有任何折扣值得抵上他们的生命 他在推特上写道 人们似乎并不关心3C和3瓦 包括政府当局 阿兹鲁莫哈莫 卡利毫不留情地批评说 这个为期四天的活动 从上午九点到晚上十点 是一场虚荣心的的自爽活动 Sea Oak Santeri 由于政府发起的活动 无视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也招致反对党领袖的批评 还给首相伊斯麦莎 比里F及差评 当今大马报道称 前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基菲里阿末批评 出席活动的政府和卫生部长凯里 一直要求人们避免聚集 严格遵守标准操作程序 但这次事件反映了他们的管理不当 他指出 政府着眼于炫耀自己的人气和支持 无视防疫标准 无视人民安全健康和福祉 表现出他们的真实本性 这种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和令人遗憾的 虽然需要重启社会活动 但要注意安全措施 政府也不能忽视自己制定的防疫标准 尤其要防止最近出现的具有强烈传播性的阿姆克兰病毒 百日愿景活动的安排很糟糕 尤其是个人距离不够 我只能给首相一个大大的F 行动党四言末国会议员杨巧双表示 政府在执行抗疫程序中经常双重标准 如果他们甚至在公共场合都不遵守规则 谁晓得他们私下会做什么 行动党古竟是国会议员余立文表示 政府没有必要要办这次活动 向公众传达国家已走出疫情的错误信息 此外 公正党选周哥大安格力州议员纳兹网认为 该活动主办方不能遵守规则 应受到惩罚 酒牌执照申请课题持续发酵 行动党林冠英与魏嘉祥再次引发口水战 林冠英指出 咖啡店和餐厅必须申请酒牌的问题 尚未解决 他敦促交通部长拿都司礼魏嘉祥 不要自欺欺人 别再误导人民 魏嘉祥所说的解决办法 由州政府决定 但如果州政府要实施酒牌申请 财长不再干涉 那该怎么办呢 他调侃魏嘉祥不是财政部长 所以不明白 他说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恢复1993年的决定 即推迟实施餐厅和咖啡店申请酒牌 林冠英敦促财政部长继续维持1993年的延期令 那就是扩大所有餐馆和咖啡店申请销售酒类的许可证 而不是将权力下放给各州来决定 如果有州属执行申请酒牌 魏嘉祥应该全权负责 他解释说 政府于1993年9月20日撤回了所有咖啡店和餐馆 必须为延期申请酒牌的指示 这意味着企业必须支付约1300令吉才能申请酒牌 他今日召开记者会说 此事发生后 该党与相关业者工会召开记者会 向政府施压 魏嘉祥就从伦敦发声明 只有关措施已被取消 但根据财长在国会指出 关税局指示照走 并没取消 而是交由各州政府决定 他说 西蒙州属 吉兵州 雪州及森州已表明不执行 但其他州呢 一些州政府受一党极端主义影响 一定来势汹汹 哪里会放过 财长如今授权给州政府 但也可收回权限 因为权力在财长手中 针对此事 魏嘉祥询问林冠英担任财政部长 并负责关税局期间 是否取消了相关要求 他今日在脸书发文称 只关税局已发出通告 表示不会继续申请酒牌措施 然而 林冠英仍不高兴 以几十年前的这个要求 还没有完全取消为由 指责他撒谎 你当财政部长 负责管辖关税局的时候 有没有取消这个要求 财政部长 hela的东西 财队财 亭奏 可会 与保持权 全部 您 快 末 头 你